安倍晉三过世心里最难受的莫过他结婚35年的妻子安倍昭慧 他在安倍葬礼上一段道词更是令人比酸 日媒报道安倍昭慧提及事发当天上午8点才与丈夫吃完早餐 没想到就天人永格至今仍感觉像做梦 另外他说抵达医院时一度感受丈夫回握他的手像是在忍耐 他因此告诉丈夫没有关系最后下决定停止抢救 安倍生前一段弹钢琴演奏的画面也在葬礼不断播放 安倍昭慧在一旁表示丈夫温柔又喜欢助人 如果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葬礼应该也会很开心 而他也相信丈夫作为政治家留下许多东西 他生前剥下的种子终将一一萌芽 一位在场的自民党成员描述葬礼最后安倍昭慧还对着遗体脸贴脸好几分钟 场面超级催泪 安倍生前出了名的宠妻 曾说过家庭幸福的秘诀就是向太太投降 两人也经常玩自拍 安倍昭慧的IG上充满与丈夫的甜蜜互动 他用恋人视角拍摄老公在车上看报纸对他微笑 安倍夫妇虽然膝下无子却有可爱的毛小孩当陪伴 出生名门闺秀的安倍昭慧 外曾祖父是日本食品巨头森永智果诸事会社的创办人森永泰一郎 父亲也是森永的前社长 但他婚后不只是嫌内住还勇敢做自己 并在安倍二度上任时推动女性经济学 安倍昭慧曾浑身沾满泥巴夏田耕作改当农妇 只为了栽种以自己名字取名的昭慧米推广农业 在家中安倍昭慧也是最大的反对党 因为他多次与丈夫唱反调 不只反对核电输出 也会见冲绳反扩建美军基地的人士 直到这件事给老公带来麻烦 2017年大阪森友学员爆出贱卖国有地案 安倍昭慧卷入其中 但当时安倍力挺妻子发誓若有牵扯就会辞职 这起案件最后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起诉 这是安倍当首相最后一年和妻子拍摄的扮演影片 如今成为追议 由于安倍过世可能让自民党在他的老家山口县 丢掉一席众议员 现在传出自民党想劝劲安倍昭慧接班 但丈夫奏势 安倍昭慧沉浸在悲伤中 恐怕无法太快决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